后面呢 就是大家有接着呢 不是特别理解的 关于挡土墙 这个结构受力 说它的挡土墙 结构呢承受的土压力 静止土压力 主动土压力 被动土压力 静止土压力还好 说刚性的这个挡土墙 保持原位静止 不动 墙背土层 在未受到任何干扰 作用在墙上的水平的 压应力呢 称之为静止土压力 就是墙不动土不动 相互之间作用的力 这个叫静止了 好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主动土压力 那么主动土压力 说刚性挡土墙 在填土压力作用下 背离填土一侧的移动 这个时候作用在墙体上的压力 将由静止压力 逐渐减小了 因为墙慢慢的往路这边走了 离你后边的土呢 越来越远 这个是墙上的土体 达到极限平衡 土体开始整个啊 剪切开裂了 并产生连续的滑动面 使土体下滑 这时候土压力 减少到最小值 都远离远离远离 最后你后边墙体 这土啊 由于间隙太大 都滑落了 这个时候称之为 主动土压力 就是静止之后 墙离开后边土体了 那离开间隙大了 压力变小了 被动土压力 很多人不理解 说我们的钢性的挡土墙 在外力作用下 向填土的一侧进行移动 这时作用在墙上的这个土压力 将由静止土压力逐渐增大 当墙后土体达到极限平衡 土体开始整个剪切 出现连续的滑动面 墙体后的土体呢 向上隆起了 因为墙向土这边移 这时候间距越来越小 空间越来越小 挤着挤着 那只能什么呢 往地面上隆起 因为上面没有压力 说这个时候 土压力增加到最大值 称之为被动土压力 这里边不用说了 肯定的主动的最小啊 静止的七次 被动的最大 有人不明白的是 说为什么 什么情况下 能够让我们那个 向整个等土墙往田土一侧 这边跑 那咱们就想一想 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横重式等土墙 前面说了 那横重台上面土体下压 那土体一下压 是不是就指整个墙的重心后移 如果你那横重台宽一点 下墙窄一点 倾角大一点 不是1比0.3 1比0.8了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上面土一下压 结合自身特点 他就容易向这边去推啊 那这边向后运动这个力量 比这个土的压力要明显大的时候 他不就挤压挤压挤压 就会出现 所以说啊 对于我们被动土压力 不是所有的挡土墙都会产生 往往是什么 比如气柱的这个挡土墙 他向后挤压 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带横重台的 横重式挡土墙 往往会出现 但是不是所有都会出现 好 我们看一个案例 这道案例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经典 这道案例题呢 是2020年 我们二级建造师 当时考试的一个题目 某城镇道路 局部为路嵌路段 路嵌有挡土墙 两侧采用浆气块石 重力是挡土墙护坡 挡土墙高出路面 约三米五 顶目宽度零点六 底部宽度一点五 基础埋深呢 零点八五米 下面有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是挡土墙 大概的整个一个高度 上面六百 还有墨石 有泄水孔 然后气柱的 这边是道路 下面基础宽呢 是一百五 在夏季连续多至降雨后 该路段一侧约二十米挡土墙 突然坍塌了 该侧行人和飞机动车道 无法正常通行 经过调查发现 该路段挡土墙坍塌前 定不可在无明显变化 坍塌后基础未见不均匀沉降 墙体块石砌柱 沙江饱满 粘接牢固 后背填土为杂填土 查见泄水孔 预猜不畅 为恢复正常的交通秩序 保证交通的安全 相关部门决定在原位置 重建县胶钢筋混凝土 重立至挡土墙 下面是托尔 注意啊 由于在砌柱来不及了 怎么办呢 我给现交钢筋混凝土挡墙吧 这里边除了把气块 变成钢筋混凝土的 墙顶的宽度没变 底部宽度没变 然后呢 只不过混凝土的泄水孔没变 茂石没变 这多了个法律层 一定要看图的时候 要多注意这些 施工单位编制了钢筋混凝土 重立是挡土墙 胶筑的施工方案 其中包括提前与商品混凝土厂沟通 混凝土强度方量及到场之间 第一车混凝土到场后立即开始焦筑 按照每层600毫米水平分层焦筑混凝土 下层混凝土出凝前进行上层混凝土焦筑 新旧挡土墙连接处增压钢筋使两者连接紧密 如果发生交通拥堵导致混凝土运输时间过长 可适量加水调整混凝土的合一性 提前了解天气预报 并准备雨季施工措施 这些内容 好了有两问 第一个 从受力角度分析挡土墙坍塌的原因 那么从受力角度分析啊 这挡土墙为什么塌了 大家注意啊 那么调查的时候 他发现什么挡土墙坍塌前 这叫什么呢 顶部贺载无明显的变化 那是不是上面压的呢 不是 他告诉你了 顶部没有贺载 没明显变化 坍塌后 基础未见不均匀沉降 那也就是说 是不是基础下沉的呢 不是 因为他也给否定了 那你是不是弃柱的 没弃柱好工人啊 偷工减料 没有好好弃柱 枪体块石在调查的时候 弃柱叫沙江也饱满 年阶也牢固 这个原因也不是 好在他后边又说了 后背填土为砸填土 这个土质不太好 而且夏季连日连续多日降雨 土不好多日降雨 还有呢 泄水孔 淤塞不畅 再结合这个土 你为什么泄水孔 淤塞不畅呢 你看人家后边做了 怎么做呢 哦 他有个反略层 你为什么原来没有反略层作用 哦 反略层的作用就是 啊 整个 把这个泥沙给过滤 让这个水啊 正常可以排出 但是泥沙 不能排出 第一个泥沙排出 他会下沉 第二个泥沙 没有排出 直接堵在这个泄水孔里 那堵在泄水孔当中 那淤塞不畅 那在后边的水 整个压力变大 不就给你推倒了吗 所以说 哦 没有 我们土不是特别好 啊 没有设置反略层 当你以为这个题答完了 高高兴兴唱着歌 好了 这题我答完了 一定注意 在我们的图上 你看啊 他给你写了 这个墙底的宽度 墙顶的宽度 挡土墙的一个高度 而且呢 在案例背景中 又告诉你了 墙顶的宽度 墙底的宽度 啊 还有我们墙的高度 那为什么呢 好 还有一个基础埋身 这是为什么呢 那既然说 他在反复强调一件事 你就找一找 是不是跟这有关系 那我们从受力角度 你那个墙 三米五这么高 你这宽度上面六百 而且是七柱的 是不是窄了一些 基础埋身 只有这么八百五 这个基础埋身 是不是强了一些 有人说你算了吗 我没算 我也不想算 你也不要算 但是这叫什么呢 案例背景中有 图上有的数字 为什么放着河水 我们不洗船呢 既然你这是说 我拿过来说一说 我就是说你 比如说有高有宽 高宽比设计不合理 那说了 即便你设计合理 我提出一下又有什么 你基础埋身八百五 八百五 我能不能说 你基础埋身太浅 有人说浅吗 不知道浅不浅 我说你浅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这类题 咱们去答 不要放过 案例背景当中 任何的蛛丝马迹 他说了墙宽 说了我们的墙的高 说到基础埋身 拿来为我所用 直接的这个泄水孔 欲塞不畅 包括图上法律层 我想只要走进考场 你都可以写出来 但是上面的这些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发现 有人说你敢保证 上面的有分吗 我不敢保证 但是我问你 比如今年就拿这个题 在一件试卷中出现 你敢保证 这不是命题人 给设的一个采分点吗 你是不是也不敢保证 所以说我们学习 真题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背着真题的答案 不是说他给的真题答案是这样 那下一次还是这样吗 未必不一定 我们是学习分析问题 挖掘条件 是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提升 记住首先一个前提 不要放过案例背景中 任何的蛛丝马迹 这样做才能有助于你案例的提升 对于学习每一个真题的目的 才能够达到 绝不是去背那些答案 好 在案例背景当中 这个点一定要掌握好 好了 这是关于第一问 后面呢 还有一个第四问 改正混凝土交注方案中 存在的错误之处 好了 这里边啊 他说了 混凝土不是现交混凝土的吗 提前与商品混凝土厂商沟通 混凝土强度方量到场之间 这应该没问题 我们说了 只要有立即的都是有问题 第一车混凝土到场后 立即就开始消除 别呀 那你那混凝土 你就不怕用错了 那你看一看开盘鉴定吧 看一看他出场时间吧 看一看混凝土外观吧 能不能测一测塌了度 是不是要留室块 这些点在我们的二级建造师还考过 我们一件已经开始考混凝土 那这些混凝土到场要先干什么 这件事一定要做好 所以说这个混凝土立即就不对 第二个 来一车你就交注 怎么那么心大呀 交注完了 你问这司机 怎么就你一人来了 后边车呢 他说司机说 哎呦真不好意思 没告诉你 后边那个堵车了 就我过来 那个点啊 你等着吧 下午见 那你说我这后边成了施工缝了 我怎么办 那你人家说我可不管 你怎么也得多几辆啊 如果你不知道 那立清混凝土摊铺 是不是应该在摊铺前 最少应该有五辆 这里边你得来个两辆 然后你交注的过程中慢一点 等一等那些后边到进场的这个混凝土的挂车 所以一车 有人说这哪写了 哪都没写 这叫什么呢 改错 改错提的特点是什么 只要你这有一车 我就说你太少了 你立即交注肯定错了 按照每层600毫米水平分层交注混凝土 这个整个的咱们这个图中啊 咱们要知道啊 这个图中 那下面开始交注 想一想一米五宽 这个混凝土交注啊 这么长 那又这么高 是不是这混凝土也算是大体积混凝土 大体积混凝土交注啊 能不能一次交600 肯定厚了 有人说多厚 那记住多厚不是最主要 肯定先要找到它厚了 那薄一点薄一点 注意你最起码说不是600 答案是多少呢 是543毫米 不可能 它一定是一个整数的啊 那最少减去一个最小的量级可以吧 不得超过500啊 好 下层混凝土出凝之前进行上层混凝土交注 这句话好像没毛病吧 但是这叫下层混凝土出凝前进行上层交注 好像又不完全对 应该是下层混凝土出凝前不是在进行上层交注 而是下层混凝土出凝前上层混凝土叫交注完毕啊 下层混凝土出凝前上层混凝土交注完毕 好 后面是关于叫新旧挡土墙连接处增加钢筋 使两者连接紧密 好 那么你要注意啊 这个挡土墙 大家注意 它是坍塌了啊 整个坍塌是20米的挡土墙坍塌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两边的 这是钢筋混凝土而两边的是气柱的 你是不是非要连接吗 再者说从答题的角度啊 叫做你要连接我就认为连接是不对的 敌人拥护的我们都反对 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拥护 反正你要连接我就不连接 那你不连接我就断开呗 断开做什么呢 想一想 哦 我这就给它设变形缝 好了 因为两边的是气柱的 好 不连接 设变形缝 这是属于完全的叫逆向思维 说如果发生交通的拥堵 导致混凝土运输时间过长 拥堵了运输时间过长 可适量加水调整混凝土合一性 这个是最最最最简单的 没有之一吧 肯定是不能加水 不能加水加什么 那不能加水 咱们一定如果按正常分析 是发生交通拥堵 导致混凝土运来时间长 水分蒸发了 说水分蒸发加水不行 你必须加的叫减水剂 什么叫减水剂 混凝土中加减水剂 就是水虽然少了 但是混凝土的流动性依然比较好 好 这是叫加减水剂 但是如果换一种说我运输的时候发现呀 运输的罐车年久失修破烂不堪 到处漏浆 那这个时候应该加什么 注意这个时候就不是加减水剂 因为漏走的不光是水 还有水泥 那漏水泥浆 那也就加什么呢 同配比的水泥浆 那这里边如果较真来说 这个地方就是加减水剂 但是你听我说 我们是在什么呢 我们是在实际做吗 我们是在考试 实际啊 考试桌面有三个规则 这三个规则 就是我们比如说 在实际施工依据的很多叫浅规则 不让加水 可是谁实际上给你配同配比水泥浆 谁到这现场做实验 加减水剂 直接加水 大量存在 好 这叫浅规则 能够做不能说的 什么是能够说的呢 开会的时候 方案的时候 那一定是方案要写清 如果漏浆 加同配比水泥浆 如果水分蒸发 我加减水剂 好了 第三个叫考试规则 能够在考场上写的 明明分析出来 这个应该加的是减水剂 但是你写上同配比水泥浆 有问题吗 没问题 你写加减水剂和同配比水泥浆 保证没问题 罢不了的 你这个同配比水泥浆没分 但是有的时候 居然它是采分点 命题人不是那么的严谨 命题人在不是很严谨的时候 他结果给的答案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 本本主义的 但是呢 恰巧是采分点 那命题人即便严谨 我们在这种情况多写一个 也不扣你分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点 知道考试应该怎么做 考试要懂现场 但是不能教条的按照现场 既不能按照现场的下限那种潜规则 也不能按照那个真正的开会会上说的方案写出来的 那是说的 那是报的 真正的考试啊 一定知道实际做的下限和上限 所以说考试它有考试的规则 这里边一定要知道 好了 对于这两个点呢 我们基本上就分析完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答案 另外呢 大家一定注意啊 答题的时候呢 记住 不能就是特别的 就是轻信 我这个题就应该按照怎么怎么去答 或者总是听人说 这个标答是如何如何 大家记住一句话 当你没有驾驭标答能力的时候 不要轻信的说 我就依据标答 一定要注意 标答也许这一次没有我们的所分析出来的这个点 你就认为这点不存在 但是下一次呢 因为我们学的每一次学习案例 它目的是为了我们9月 比如2022年 那个9月18日走进考场 是为了他做的努力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 学案例的目的是提升能力 而不是说啊 曾经考过是那个标答 那个标答啊 是最合理的 未必的 好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第四题 前面我们都已经逐条分析了 呃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在做这个答案的时候 由于内容呢 比较多 采分点呢 要多 一定呢 文字要注意经典 比如第一个混凝土啊 它浇注的时候 说立即浇注 那不能立即浇注 查验混凝土的出厂进厂的时间 还有它的外观 查验配合笔 测试特勒度 留置事块啊 之后呢 再浇注 不能来了 就立即浇注 呃 第二个呢 就是现场应该有两辆以上 呃 或者多辆啊 你这样去写就可以了 呃 这有这么多的混凝土车 才开始浇注 而且呢 每层浇注厚度 应该小于500毫米 下层混凝土冲击前 上层混凝土浇注文毕 再就是新旧挡土墙之间 应该设置沉降缝 或者变形缝 还有呢 就是应该加减水剂 或者同配比的水泥浆 进行搅拌 而不是加水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人家这个题目说的是 改正混凝土浇注方案中 存在的错误之处 记住啊 呃 是改正我们交注方案中存在的错误 并没有说指出我们的错误做法并改正 那那个指出这个环节在这里边就不用去写 那核心的关键是什么呢 呃 就如何改你上来就一二三次的去改正 这个就完全可以 好 这道题应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不光是挡土墙的一些知识 还有呢 我们的改错题 怎么去发现 怎么去挖掘这个背景 呃 下面呢 我们看关于整个道路路基 呃 这里边呢 东语期施工 在教材上将东语期施工 给完全放在后面了 咱们呢 呃 给他讲到道路的路基 就要说一说东语期施工 讲到我们基层 再介绍基层 讲到面层 说面层的 咱们给拆分开 那么先看一看 语期施工 语期施工质量控制 这里边啊 是路基基层面层 通用采分点 什么呢 什么叫通用啊 就是放在路基基层面层 都可以 首先 安排不下雨的时候 施工 啊 这是一个重要的 分段施工 搭设雨棚 或可移动罩棚 建立完善排水系统 加强巡视 及时疏通 有人说这个跟书上不一样啊 书上写了那么一大段话 比如与气象部门联系 掌握天气预报 你还用那个写吗 那些不用 真正的采分点 不下雨时施工 分段施工 完善排水系统 加强巡视 搭设雨棚 及时疏通 这是通用的 这些只要是下雨时施工 你写出来啊 肯定是没问题 好了 第二 对于真正的陆基 采分点是什么呢 快速施工 分段开挖 挖方段留好横坡 做好节水沟 坚持当天挖完 压完填完 而且填方段呢 应该按照2%到3%的横坡 整平压石 这就是我们雨期施工陆基 其实呢 雨期施工 一个是遵循要快 比如快速施工啊 分段施工 这都是强调快 还有一个覆盖 比如雨棚啊 可移动罩棚 这都是盖防雨的 还有疏导牌啊 比如留好这个2%和3%的这个横坡 排水沟 节水沟啊 雨期施工结合啊 快盖疏导牌张开 那么冬期施工呢 冬期施工啊 这里边 首先第一条也是通用的 施工现场 环境日平均温度连续5天 稳定低于5度 注意啊 稳定低于5度 或者最低的环境气温 低于我们-3度的时候 应视为进入冬期施工 好 这个是二级建造师考试考过啊 那么冬期施工 也是做好防冻覆盖挡风 加热保温 看这里边 防冻覆盖挡风 加热保温 围绕它展开 不会错 上面呢 这个竖直是考试我们二级考核过的 对于我们后边关于路基的施工 实际东西施工啊 基层都没有 呃 面层是厘清混凝土 路基这块呢 是有一点 但是路基施工不是说 呃 整个都能考 它其实最主要的是围绕着什么呢 这洞土块 首先路基施工 快速施工覆盖 而且呢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啊 那路基呢 不能含有洞土块的土料进行填住 根本不能有 那次干路以下的道路呢 填土中的洞土块 最大尺寸 不得大于100 洞土块含量啊 应小于15% 这叫什么呢 洞土块 高等级道路不能有 低等级的次干路城市之路 可不可以有 好可以 但是第一 不能块太大 最大块不能超过100 直径 第二不能太多 量不能超过15% 其实还有一个没说 能不能集中啊 也不能集中 叫做洞土块 不能太大 不能太多 不能过于集中 好 这三点 呃 这是整个路基施工 教材上写的其他的点 可以弱化 真正的路基啊 只有冬期雨期 高温呢 人家路基你温度高一点就高一点吧 没影响 所以他只有冬雨期施工 我们看一看 这是2015年二件的一个案例啊 2015年二件案例 某公司中标北方城市道路工程 道路全长呢 是1000米 施工过程中发生以下事件 事件一 部分主路路基施工 叫突域大雨 未能及时碾压 造成路床积水土料过失 啊 影响我们的施工进度 后边说 针对事件一 写出部分路基 雨后土基压实的处理措施 那么这里边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他说的跟我们教材上好像就不太合拍 我们教材上更多的是什么呢 预防 而这里边是预防 人家还是下雨了 后边呢 说的写出路基 雨后土基压实处理措施 那这里边一定要注意 人家说的是什么呢 露床第一个积水了 第二个太湿了 那露床积水雨后怎么办呢 油水把积水排除 那土料太湿呢 你给晾晒 如果晾晒不行着急 啊 我就给换田 如果换田 你嫌这个成本太高 你可以拆灰 总之真正的核心的采分点 围绕的时候已经出事了 油水排水土湿晾晒 着急就是拆灰换田 排水晾晒 拆灰换田 是这个里边的主要的什么呢 采分点 积水排除 啊 啊 换料 啊 晾 啊 拆灰 啊 最后呢 呃 是我们的整个的应该做法 也是这个提的 什么呢 采分点 排水晾晒 拆灰换田 围绕他 你再进行展开去写 呃 这是关于我们的雨期施工 一件啊 雨期施工考过两次 是2010年 2016年 考的都是道路的基层 而我们路基 只有二件考过这一次雨期施工 冬期施工 基本上都没有考核 因为路基基层不喜欢考冬期 但是道路啊 考冬雨期施工 我们呢 应该一件考过六次 其余的四次都是冬期施工 而且都是考的沥青混凝土面层 而并不是我们的这种 呃 整个的啊 路基基层 呃 所以说 真正的在考试冬期施工 比较重要 但是那是面层的 但是呢 这么多年下来 考试 他也有可能考点来回转 有可能再考 就考到了我们路基 因为这几年啊 在雨期施工 我们命题人悄悄的已经转移了 他将我们按例题 雨期施工更多的考核在哪个里边呢 积坑 沟槽 比如2021年 都在考那些点了 好 这道题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就是教材当中写的是我们预防 考试可能考到的是处理 我们本次课做一个小节 咱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介绍道路路基的这个内容 应该说属于道路案例考核 它的考核频率非常高的这个考点 比不上沥青混凝土面层 但是比基层 比水泥混凝土面层 它考核的频率要高 而且呢 里边也有一些啊 通用的知识 考试呢 会涉及到教材以内 还有教材以外的这些内容 但是教材以内的内容呢 并不是它原文去直接背着给写出来 这种考试呢 早就不是这样了啊 是需要呢 将所学的咱们这些支点进行总结规呢 结合着案例背景 一定注意啊 是结合着案例背景 进行我们作答 所以希望大家通过这个道路路基的学习 有一个能力的提升 好了 关于道路路基的这部分内容 我们就介绍到这了 不知道道路路基的这个课程 能不能使你得到一些提升 如果有提升 就给你 要求你给点个赞吧 好了 咱们下节课再见 更多で 143 刚才3 这个铃我